我們今天記者會的主題呢 是民進黨慌了 昨天前天民進黨說國民黨急了 但事實呢 其實是民進黨慌了 他們沒有招 只有最後一招 就是無止境的抹紅 而且不只是抹紅 現在甚至是潑紅期 剛剛凱旬也說了 民進黨呢 毫無根據不管什麼樣的事情 推到最後就是抹紅 造謠 現在已經讓全民都毛骨悚然 請問一下賴清德總統 你上任了一個多月 就是不斷的發動抹漆策略嗎 抹漆是侮辱性極高 傷害性極強的扣帽子行為 現在出自中華民國執政黨的首領 那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黨團召開記者會 來指稱有中共的官媒駐台記者 參與台灣政論節目的直播 當然這言論自由大家各自的評論 但是我們看到 身為執政黨 不管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民進黨立院黨團的重要幹部 反而都在罵在野黨 罵國民黨 攻擊國民黨 甚至把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陳玉珍他是路過在公共的領域 旁聽民進黨黨團的公開記者會 就被叫囂 就被質疑說 陳玉珍委員 你是丁少 你是偷聽 也把聲援陳玉珍立委的 許巧新立委 說成戰哨 戰綱 國鏡頭 搶聲亮 請問一下 陳玉珍許巧新 需要這樣子的鏡頭嗎 許巧新就是挺身而出 因為國民黨議席不能少 議席也不能被欺負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也是聲援我們自己自家的立委 我們就是必須團結在一起 請問一下民進黨黨團 這樣子開記者會 也聲稱 我們是公開記者會 也全程直播 那為什麼路過旁聽 要被批評為 要被質疑為丁少 要被稱為戰少 難道民進黨覺得 自己的記者會 丟臉到不能開放聆聽嗎 認為自己的記者會 只能透過直播來聽嗎 這麼多的民進黨人都說 你去聽直播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來現場 要來旁聽我們的記者會 甚至質疑陳玉珍委員 許巧心立委是鬧場 說到鬧場 民進黨的前立委陳歐珀 當初大鬧 前總統馬英九 總統母親的喪禮 那才叫做鬧場 一個是開放旁聽的記者會 被點名叫囂 一個呢 是不請自來鬧場 來吊咽 說你不設林堂 不舉辦公祭 沒有接待來質疑的家屬 這才叫做真正的鬧場 不管是NCC 不管是陸委會 有民進黨的部分去立委說 他兩個多月前就知道啦 他交給多安單位去調查啊 請問一下兩個多月過去了 這位立委也認為說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請問一下 兩個多月過去了 現在媒體爆出來 報導大家人心惶惶 不知道真相到底怎麼樣 請問中央各單位 可不可以出來說清楚 說明白你們現在的調查的結果是什麼 大家過去知道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這個是促轉會張天青的名言 就是用一連串沒有事實 根據影射想像力 現在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 民進黨全黨上下全黨公職 是在實踐這樣子的噴漆策略 我們嚴厲的譴責 民進黨啊 真的是抹紅無極限 連媽祖都不放過 前幾天民進黨開了個記者會 說中共染紅媽祖廟 幫忙中共來戒選 主要內容說啊 這個在媽祖廟的周邊 會影響選票來支持國民黨 每個媽祖廟平均可以影響925票 我想國民黨的立場 一定是尊重每個宗教信仰跟風俗習慣 而且媽祖這個信仰 在閩南地區 在台灣都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我們的宗教團體 也常常會舉辦這種 回軟業主的宗教儀式 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身為政治工作者 理應來保護或是來尊重這種宗教的習慣 但是民進黨呢 居然為了政治目的 可以抹紅說媽祖廟是統戰的工具 但是卻從頭到尾也看不出他們提出什麼 有利的證據或有利的連接 我們就不禁會要懷疑了 民進黨你為什麼要針對媽祖呢 照你的邏輯 難道媽祖是哪裡得罪你們的嗎 難道媽祖你們有什麼證據說 他是中共同路人嗎 還是單純他因為媽祖來自大陸 所以你就討厭他呢 那為什麼你不去質疑 這個其他來自大陸的神明 就單純要針對媽祖一位呢 我想民進黨把這個歪腦筋 動到神明頭上 真的是讓大家都感到遺憾又無奈 難道民進黨現在的思想審查 連神明都不放過嗎 我想問民進黨要不要需不需要到神明面前去捕捕 問問看他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經過這個捕捕的這個思想審查通過之後 這個神明才能當你們這個民進黨的神明 那另外我想質疑下一個 按照民進黨的邏輯喔 去媽祖廟具有可能高機率遭到統戰 那我想請問這兩位總統有沒有被統戰的可能 我們看到這個是賴清德總統跟蔡英文前總統 去拜夜媽祖的這個畫面 想要請教如果依照民進黨的邏輯 這種可能是不是也有高機率被統戰的風險 國安單位要不要介入調查一下我們的總統是不是有被統戰的可能呢 我想喔這個支持媽祖或是這種泛神的這種神明的信仰 不管藍綠的支持者都有 所以民進黨大可以不需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抹黑抹紅到連神明都一起拉下水喔 如果這些神明天上有之 我想不知道會無奈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今天幫大家一一回顧了 民進黨這幾天荒腔走板的言論 只能說民進黨真的是荒了沒招了 又害怕人民發現他們治國不利一心搞政治鬥爭的事實 只好把所有的問題所有治國不利的事實 全部推給是阿共的陰謀 但是呢這個推給阿共的陰謀我們知道連自己的AI都不挺他 AI說台灣沒有第五重隊 AI說民進黨跟共產黨一樣很會放假消息 所以民進黨這個抹紅的招數連自己的AI都騙不過 只能希望民進黨早日回頭思案 不要繼續東怪西怪 趕快門心自問回頭檢視自己到底跟人民 到底跟民意的期待差距有多遙遠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醫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族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